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来由地府时随身带着 因为地府地域非常复杂 不多时来到了阎王爷在地府的办事处 今天地府的官员做了许多调动 因为心灵法门在这里是新兴佛教法门 有大量事务要处理弟子所在的国家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学习心灵法门 所以调动了很多官员专门处理心灵法门的事务 这次坐在高堂的阎王爷换了一个比上次更为威严 执法严格的地府高级官员 阎王爷请我坐下后 说今天地府非常忙碌 因为一些原因 我从其他店调动过来 以后特别负责此地 马XXX心灵法门所有的法务 今天有一些话希望你回去转告给世间洋人 自古以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都是自己所造下的因果 不管什么法门或宗教都一样 一切众生在因果前面皆平等 很多洋人死后被压介下来地府审判时 因为生前没有学佛 没有宗教信仰 不懂因果 往往还要用人间的思维和我们地府的官员狡辩 小丫头你能由此因缘由地府 只是希望你转告修心灵法门的人 只要好好修 照着你师父的话去做 不做恶事 修得好的 死后自有你们法门的菩萨 官是因菩萨引领你们去佛国净土 修得马马虎虎的 只要不做坏事 下辈子能投好人家 不修好事 还在做坏事的 小丫头 我告诉你 我可不管什么法门 到场 死后一律根据自身所造恶业 发放地狱成绩 这时 一个鬼差 穿警察制服 压了一个灵体下来 阎王爷叫鬼差 把一个仪器拿过来 有点象称体重的机器 吩咐灵体沾上去 仪器的银幕显示一个数字 阎王爷看了一眼 说 头人道 灵体就被带去其他地方 阎王爷告诉我 这个仪器 是测量人的灵体 到底有多重 作恶业者 灵体自然充满黑气 生前小善小恶的人 死后灵体 是朦胧的灰白色 分量极重的 就会下地狱 只要仪器破表 超过百分之一百 那么这个灵体 就是去各大小地狱 报到兽刑后 再丢有锅 把灵体 炸个魂飞破散 很多时候 刚过世的灵体 如果得知自己 要投地狱或畜生 都会不服气 在殿前和我争执 我地府 有一个显像仪 我只要叫他们 往前面一站 照一照你的意识 阿赖耶使 你所做过的善恶自然 显现在显像以理 让你们无话可说 有不服气的恶灵 敢在我阎王面前撒泼 以为自己 还在人间 可以作威作福 我就命一旁的 执法鬼差 执法鬼差和压界普通 最灵的鬼差不一样 执法鬼差都长得 比一般灵体高大 很凶 胀打 通常都是 被打到死去活来 非常悲惨 再压去地狱 你师父看图腾时 说看到的白气黑气 也只不过是 看到了世间灵体实相 何来胡说之理 地府是公平的 你们世间洋人 可知道的有多大 地狱之复杂 非你们世间人 可以预测得知 就算是在世修行的修道人 这里所指 包括一切法门修道者 出家或在家居士 你们道行不够 单单一个的你们 都不能知道一个究竟 只有在世拥有 大神通和佛国者 才能得知天地之事 你以为所有修道者 都是拥有佛国之人 只是受佛菩萨恩责 在佛门修行而已 供高我慢 套用人间话语 是自毁虔诚 让自己修行白费 诽谤正法者 我们地府正在捉拿 受佛恩责 又说佛门坏话的 如果再是不好好 像诸佛菩萨 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 观世音菩萨大忏悔 真修改过 那么恶果是自首 以上对话请师父 确认是否属实 答 师父讲的话 你们不听 到此了才知道 再叫就没用了 千万不能做坏事 要听师父的话 不要乱讲话 师父从来不允许你们 讲其他法门的 讲法门 狠造口业 广观好 自己就好了 -20118 -11-17 来信一货 26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